好的 今天早上恒生急速 随着这是外回市场的一个反弹 而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胜幅 暂时来说消购200点而强的胜幅 达到200800多点的水平 从我的观点来说 我觉得暂时来说 我只是看他一个技术上的反弹 而论他已经转市 重回这胜市来说的话 我觉得暂时还不能够说 是就是那么确定 因为最主要原因 我从这外回市场的美人会价 几数还是维持在82%的水平 还有这个美国十年期的国债历史 还是不停的往下调之后 情况之下 可以看得见整个市场的背险的禽水 还是非常的高 所以暂时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一波的反弹 有机会就是继续一个技术上的反弹 而暂时来说的话 那个左立会计 我会看在这21000点的水平 而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相信在21000点这个会计 有很多投资者的股票的全货 也是在这个水平 我相信要特得破 这个会计可能会有一点的去难 我们下期待会计计的 我相信有很多东西 我相信需要太多的一碰